中方可以合作 北京一家合作 中美的互相不会会是全球 最近中国美国商务主席和国内表示 美国频繁地派舰机进入南海活动 炫耀武力 不利于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敦促美方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 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加紧与外部势力勾连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 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有关问题 开展对话协商 去同话意 积累共识